今天要煮蜜制排骨,我们来看一下食材 我买的是这种长条的排骨 你看这种排骨会比较好吃 比较它的肉比没有这样硬 一条一条的,这种也可以拿来煮肉骨叉的排骨 然后我这个排骨有用木薯粉去捏 捏了洗清洁泡水,让那个血水出来 然后残渣,用那个粉去 面粉也是ok也是可以的 用面粉或者木薯粉,你先把它清洗干净 因为面粉还是木薯粉,它会黏在这个肉上面 让那个杂质啊,血水啊,比较浪 清洁到它的那个残渣,然后比较清洁 然后水泡一下,可以泡一个30分钟可以 让它的血水没有掉,然后你再沥干 然后我这边有一些腌这个排骨的料 有盐,胡椒粉,糖,麻油,然后我这边只是我的肉骨 我这个排骨只有450克,所以我放半粒蛋 半粒鸡蛋,然后这边是脆浆粉,两汤匙 如果没有脆浆粉的话,你用玉米粉也是可以哦 然后这边是油,等一下放在那个腌出些料在上面 然后这个,这个是酱料,酱料我用很简单的 就是蜜糖,然后蒜头,爆香的我放蜜糖 然后一点,这个是黑酱油,一点调色啦 没有这样白白哦,然后要加一点水 就是很简单的,ok 好,我们现在来看,像我腌这个排骨 这个排骨可以早一点腌 你们要早腌啊,因为我是要腌给你们看 我才没有没有早腌哦 当然是早腌会很入味 最少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如果一个小时你腌,你就不用放冰厨啦 如果你超过一个小时,你要放冰厨里面 ok,我们现在来腌这个排骨哦,腌的排骨 我把这个盐和胡椒粉放下去哦 然后糖 这边有麻油 然后就是再加这个,把它腌一下 你们要早腌哦,早腌 早一点腌哦,我们晚一点腌哦 因为我们要早腌 我们现在直播,先早腌才入味 早腌才入味 嗯 刚才腌起来,刚才腌起来 这样腌了哦,你们可以放在冰厨啦 如果早腌的话 然后这边 嗯,鸡蛋,我放半粒 嗯,我们放半粒鸡蛋下去 对 嗯,我们开始腌一腌 把这个脆浆粉也放下去 没有脆浆粉也放玉米粉也是可以哦 啊,现在我们把这个脆浆粉放下去 对,然后跟他们腌一腌 嗯,我洗手好了哦,用手会比较容易 你们喜欢哪一种排骨,你们可以分享啊 卖排骨,咖啡排骨 嗯,可以写在comment里面 你们的做法里面也可以写在那个comment里面 跟大家分享哦 谢谢大家 你们也可以放一点蛋黄粉也是可以 我是没有啦,越简单 有些等一下没有,他们讲到蛋黄粉又要去买 所以没有蛋黄粉也是ok 只是蛋黄粉加了它有蛋的香味 还有那个比较 它的颜色会比较 呃,有点带黄色 蛋黄 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做法写在那个comment上面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跟大家分享你们的做法 这样子跟它腌一腌一下这个 然后再重复里面有 盐,胡椒粉,麻油,鸡蛋,玉米粉 在里面 你们自己腌,你们早一点腌 腌快一点 它就会比较入味 因为我们现在做直播,我们没有办法早一点腌 因为我们要腌给大家看 大家有什么comment 还有什么东西你们也可以写下 你们会恢复你们啊 谢谢大家 这样子 ok 然后这边有油 放一点油下去哦 这个是那种什么菜油 菜油,煮菜的油就可以了 煮菜的油跟它放下去 嗯,所以等下你下锅的时候它不会黏在一起哦 但是我也是一个一个下啦 没有全部这样倒下去啦 对,下一点油给它更滑嫩 那这个锅里面开什么火现在 嗯,我刚才已经热锅了 然后现在如果火热了开中火就好,不要太大火 啊 现在我们开那个大火 没有没有开中火 哦开中火 因为我已经刚才已经热锅了嘛 对,现在开中火跟它弄一下啊 脆浆粉是,不是Custard Power 脆浆粉是,等一下我拿给你看 是那个Crispy Flour 我买的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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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用的是这个 这个是脆浆粉哦 广香泰的哦 炸鸡炸肉都可以 转过来 后面 这个就是脆浆粉哦 你要看 那个左上角有一个Crispy Flour 脆浆粉 广香泰有卖哦 这是他们的 OK,你们可以去那边买 外面巴萨也是 有些巴萨也是有 哎呦,这么今天 没有人帮我们按分享 不够分享 要多一点分享 来,大家按多一点分享 好了 跟他分享出去 OK,你看这个 现在油应该热了哦 你看 油应该热了 现在我们可以try看一下 看有没有热了哦 有点,等一下 再放一滴下去 你看,浮起来了 它已经在炸了 How to join our Facebook 去Youtube 找New Secret Recipe 然后跟他join一下 啊 跟他join一下 嗯 哦 有share啊 大家有share啊 有share就好了 帮我们再share多一点 啊 不够人啊 不够人啊 今天 哈哈 人事不够啊 对 还是你们不喜欢这道菜 改天我们煮一些 比较劲爆的 嗯 啊 谢谢丁波燕 谢谢你的分享 我看到了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哇 讲没有人看 你们就拼命分享啊 谢谢 谢谢很大 谢谢大家 比较多人了 比较多人了 OK 你们想要我们煮什么菜 你们可以写在comment里面 谢谢 火不可以太大哦 不然等一下那个排骨哦里面哦 不熟哦 啊 这个粉炸虾一定很棒 对啊一定很棒啊 啊 火不可以太大哦 你们在炸这个排骨的时候 要不然里面不熟哦 对 啊 啊 谢谢分享啊 尽量不要去动先 啊 Marinate pork Can use baking soda powder 啊 可以放 但是有些人喜欢你 不熟 所以我就不知道 放啊 那个 soda powder 那个肉质会更软 啊 更松它会松软 啊松软哦 嗯 谢谢你的分享 王美 你放 soda powder 它会更松软 嗯 哦 OK 大家清楚啊 大家清楚 等一下我们要炸这个排骨 跟它炸炸一下 又到了我们聊天的时候了 炸排骨的时候 这个排骨要炸多久 一定要炸最少要有十处分钟 因为里面一定要熟啊 要炸十处分钟哦 因为里面要熟 要加到焦会 所以火不可以太大 太大的话 外面焦里面又不熟 对 OK 所以火不可以太大啊 你们在炸这个 排骨的时候 火不可以太大 啊 对 OK 来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就是不要太大火 太大火 等一下外面焦里面又不熟哦 OK 这个是猪的哪里的排骨 排骨 有类骨 类骨啊 你外面吃那个肉 煮菜一次调长长的哦 啊 这个会比较贵啦 嗯 这个会比较贵 啊 但是比较好吃 可以啊可以啊 今天我们做得很高点给你们看 可以可以 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排骨 还有很多时间啊 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排骨 炸的你看 等一下我再复炸一次 等一下再炸多一次 这个排骨 它颜色慢慢升了哦 嗯 大家不可以用大火 用大火 你看我的肉哦 我这样擦下去它就是 你看 可以擦的下就是熟了 熟了了哦 等一下我们还要复炸多一次 嗯 你用这个脆姜粉的话 你的那个油不会很肮脏哦 不会太肮脏 嗯 现在我们把它捞起来 放一盘 一盘备用 这样子把它拿起来 拿好好的 啊 可以跟它这样拿起来 然后放在旁边 嗯 现在我们要把里面肮脏的东西 跟它捞出来了 把里面这些泡泡啊 一粒一粒的crumbs 啊 跟它捞出来 然后那个火跟它开大一点 谢谢再次分享 你要电话 Kristinata 你好 你看 现在跟它这样捞起来 把里面的 啊 那些物质跟它捞起来 嗯 捞起来的过后 等一下哦 它会比较容易 它的油才会烧哦 如果你没有捞起来 那个油 不会这样烧的 啊 跟它捞起来 捞干净了过后 然后把那个火开大一点 把那火开大 火开大一点哦 然后 啊 我们就要把排骨丢下去 里面大概十秒 给它炸得更脆一点 然后把排骨里面的油 五根啊 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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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的超市啊 不懂你没有买 应该是没有买 那个脆浆粉 应该是没有买 那天呢 不是有一个粉丝讲有卖 不知道啊 不用买 要去找一下 我是在巴萨买的 对 在巴萨买的 巴萨 谢谢你的分享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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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脆浆粉 Crispy Flour OK 我在我们这边 Coverment Market那边买 啊 Coverment那边有买 啊 海参还有吗 啊 海参还有啊 OK 我们现在复杂一下 有啊 等一下煮完了再让你们看 好吗 对 OK 这样 复杂一下 大概10秒这样咯 OK 可以了 给它更脆 然后又把它里面的油 跟它逼出来 嗯 这个叫复杂 看那个颜色 对 看 现在看那个颜色 哇 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我们要滴干水分 好啦 这样子跟它滴干水分 看 照不漂亮 OK 现在我们把油拿出来 把它倒掉 然后现在我们要做那个蜜汁 放一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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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 你有没有清掉那个水 有啊 你可以不要这样大火 因为我的锅很热 锅很热 火不要这样大 现在我们跟它爆香这个蒜头 蒜头 放下去跟它爆香 锅很热 不要开太大 那个火 爆香一下蒜头 对 对 不要炒到焦去 嗯 要小心哦 不要炒到焦去 这个蒜头 加一点点水 下去 把一点水 加下去 我把这个汤米放下去 蜜汤放下去 蜜汤放下去 放一点蜜汤下去里面 你们要小心哦 因为蜜汤很容易烧焦哦 所以要很小心 火候要控制的好 嗯 放小小火 啊 火要小一点 然后跟它这样搅拌 然后你要加一点 颜色 啊 黑酱油 跟它放下去调色 嗯 我的就是很容易 很简单的哦 这个非常简单哦 大家都会煮 我看了我都会煮 啊 然后这样跟它 搅拌搅拌 我让它起泡先 要这样给它滚哦 滚到它起泡 可以起泡了 洗泡泡了哦 嗯 然后就跟它搅拌一下 如果你们喜欢颜色比较深一点 你们可以加多一点点酱油哦 颜色喜欢深一点 可以加多一点酱油 给它黑一点 颜色深一点 啊 看是不是非常简单 这个 对很容易 放这个蜜汁就好了 等它干一点 不要太湿 嗯 我要等它干一点哦 啊 给它浓稠一点 给它黏在你的那个 我们炸的排骨 会很香好吃 对 给它那个水分 跟它蒸发掉多一点 这个样子 啊 啊 给它蒸发蒸发 非常的好啊 看漂亮 OK OK好 现在它差不多这个样子了 起泡了 我们就把我们的 刚才炸的排骨 跟它放进去里面 对 啊 你们用这个锅 你们就不会刮到你们的那个锅 因为排骨它有骨嘛 啊 如果你们用那种啊 不粘锅 百万锅啊 它就比较容易刮上你的锅 嗯 啊 如果你用这个这个 这个是我们每次用的蒸锅啊 啊 你用来炒它就不会刮花 因为这个锅刮不花了 像 啊 它干了就可以了 你看 对它干了就可以了 让它吸这个这个 这个蜜糖哦 吸进去 你不要跟我讲你拿刀来刮这个 这个锅啦 拿刀就不用讲啦 OK 你这样平常炒一炒是OK的 OK 好了 OK 这样子你看差不多好了 我把它关掉哦 嗯 我关掉 旁边你这样子那个锅很烧耶 我拿起来 对 那个锅还在煮了 已经关掉了 因为它很烧的 关火了还是烧的 嗯 我们要更黑的话可以放多一点哦 对 你们喜欢更黑 你们自己可以 自己可以调色 啊 可以弄更黑一点 这个 这个小孩子会喜欢吃哦 小孩子会喜欢吃 只不过你们要弄得它软一点啊 嗯 你看很多朋友你们都知道哪里买脆姜粉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 在哪里 啊 很多地方啊我看你们写 哎呀我的芝麻没有拿出来 等一下我拿芝麻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加一点芝麻在上面 等一下哦 这个 这个你看我们现在煮了 我们现在要加一点那个 咪咪加芝麻 等一下 那个 这个锅里面呢还在煮 我知道还要拿出来 对 现在我们把剩下的这些调味料 啊 那个酱汁跟它撒在上面 这样子跟它撒在上面 这样子跟它撒在上面 然后这样子跟它撒在上面 嗯 可以放芝麻 嗯 可以放芝麻 放一些芝麻比较香 比较漂亮哦 嗯 可以看这个 有加芝麻吗 还没有 要不要加 不用加也是可以 不用加也是可以 啊 你可以放一点葱 一点辣椒在这边 啊 点缀 你看现在放一点葱 辣椒在上面 嗯 就可以了 点缀它就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的好 ok 喜欢的朋友刷爱鲜 刷爱鲜刷爱鲜 然后记得 按分享哦 你看这样子 不好看 大家喜欢吗 嗯 刷爱鲜 点赞 ok 这样子 ok我们今天的这个 蜜汁排骨成功 谢谢大家来拿糕点 ok 拜拜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拜拜